这一个小时的国际焦点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今年三月份高票成功连任的 俄罗斯总统普丁呢 已经在克林姆林宫宣誓就职了 正式展开他的第五个任期 好 外媒形容了 这是开启了普丁5.0的时代 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呢 这个就职仪式在莫斯科的时间 7号中午开始 他是搭乘专车抵达现场 在夹道欢迎贵宾的鼓掌声中 走进了克林姆林宫的安德烈大厅 意气风发地展开自己的新任期 宣誓仪式呢 是由俄罗斯的联邦宪法法院院长主持 普丁呢把手放在宪法上宣读誓词 好 其实普丁呢 自从2000年之后第一次当选 没任的就职典礼 都选在5月7号这一天举行 整个典礼呢 持续大约是一个小时 普丁现在即将再度执政6年 这个任期到2030年为止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正出访法国展开国事访问 当然外界高度关注的是双方的会晤 到底是不是能够替俄乌之间的战火 展开调停工作呢 好 习近平跟法国总统马克宏 会面的时候 表示希望能够以巴黎奥运 作为一个契机点 倡计举办奥运期间全球停火之战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宏 在爱丽史宫碰面 双方握手至少5秒钟 随即马克宏与习近平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举行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 巴黎即将在7月底举行奥运 三方会晤 习近平主动提及 陆方愿同法方一道 以巴黎奥运为契机倡议奥运期间全球停止战火 习近平此行出访欧洲抛出和平宣言 有意拉拢重要盟友 法国财长也借此表示 欢迎大陆电动车比亚迪到法国设厂 纽诗分析习近平此行想松开欧美紧密关系 建构一个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 尤其日前德国外长才在台海议题上做文章 表示不排除德国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 希望域外国家多做有利于和平稳定繁荣的事 不要挑衅姿势 不要给台海和平稳定制造麻烦 大陆外交部抨击德国 习近平也透过出访法国传递中法 要坚持独立自主 共同防止新冷战或阵营对抗 共同反对脱钩断连逐墙设立 经贸方面习近平则强调 大陆新能源产业开放竞争中 练就真本事 不存在大陆产能过剩的问题 中欧因透过对话协商处理经贸摩擦 反击美国不断抨击大陆产能过剩 捞乱市场的声让 记者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